投资金业 节目主持 刘达明 欢迎来到最终的投资金业 再介绍一次直播室里面的嘉宾 第一个嘉宾就是郑文文华 第一个嘉宾就是中国Corebanker的主席 邱香国 邱总 第三位嘉宾就是美国生产西州 来到加拿大 我问的是Corebanker的会员服务经理 Mr. Ron Harris 刚才探讨了中国和美国的市场情况 继续有很多问题的问题 是呀 所以Ron 回到你 我们想问一下 我们听到很多美国的公司 或计划者 他们喜欢去贡献 有很多贡献 尤其是上海和北京 是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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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刚才问到很多美国发展商 或者地产代理 他们经常去美国 去中国 例如上海的地方 参加了一张展览 这张展览 有效果吗 是吗 对 是的 所以我们也听到 Joyce Ray 在加拿大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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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也计划 我们也计划 我们也计划 这张展览 所以我们也计划 我们也计划 这张展览 好 OK Ron的意思是 绝对有用 因为我本人也经常出国 都是线线的东西 所以Ron觉得这些交易表演 或者去国外 因为最近我们公司有两位 在Beverry Hill的同事 去上海 亦都是去Dubai 到Dubai 来做线线的东西 所以最主要来说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需要 美国的经纪 或者加拿大的经纪 但是如果你 可以跟他们有一个交流的时候 他们只记得你 如果他们想起美国 他们想起哪位 加拿大会想起哪位 即更见过你 是的 是的 因为始终我们是一个 人与人的生意 就是 business 因为我们是 人与人的关系 business 所以是 是个人与人的关系 是重要的 所以 我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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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ee with that 所以 however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you need to have some money in order to travel 但是 你需要很多资金 你找到机票 去订阅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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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它也会订阅 不仅仅是 关系 但是 理解 那些地方 和什么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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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有更好的 所以 它不是说 嗨 我叫做 RON Howard 或者Joyce Ray 是 更好的 这些地方 和什么 他们想起来 在美国 和加拿大 是 是 是 好处就是 始终 你去到的时候 它会认到 你的样子 然后 公司 会 大家 各个人 都会知道 哪位 哪位 跟哪间公司 去交流 所以 最后 都是 真的 要有 少少资金 才可以 接触的 好些东西 对 OK 邱总 我想问你一下 现在因为我们的价币跌 还有我们利率 非常的低 你觉得 国内的人 会因为这个情况 是特别有兴趣 过来加拿大吗 因为 如果说 国内的人民币 跟价币 是有兑换的 但是 就是说 香港的港币 跟美金 是 辣费 对不对 所以 几样子来讲 你觉得这个 价币情况 会对我们有利吗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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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 所以 人民币了 会不会 特别 令到国内人 很有兴趣来到加拿大 这边的投资 邱总 其实有那个 根据那个 所谓中国人海外投资 这个趋势的报告里面 加拿大 尤其是温哥华 是最关注的 那在这个里面 当然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生活环境 还有一些浓厚的 华人的文化 要吸引一些中国的购房 那这些优势的话 在以往的时候 你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成本 那现在呢 汇率也降了 对吧 对 然后那个 整个的 投资的购房的成本 都降低了 那又这么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不管你要留学 旅游 或者是说要购房 一定是最好的时机 所以也会加快 我也知道说现在 加拿大 温哥华这边的 黄市很火 对 很热 所以现在可能是 要买也买不到 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也不会这样子 一定买得到 有钱买得到 一定会买得到 这是可能是 给多一点点钱 但是因为这个利率 不是就是 不单纯是利率 因为那个价币贬值 所以呢 变成 那个兑换 你来看一下 好像是还是平 但是还是买得到 不可能买不到 有钱一定会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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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对对对 接下来说一下邱总 邱总的意思就是 哇 我们温哥华很贵 会不会买不起呢 有钱买不到 有钱买不到 不会的 有钱买不到 不会的 因为他就 他都知道 国内会说 我们温哥华这边 就是我们环境 所有的 天气 还不集中的地方 温哥华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呢 很多中国人都会 喜欢过来温哥华 这边投资 但是也都这样的情况之下 令到我们 温哥华的楼价 是无可否认 就是比较贵一些 但是 因为现在那个 加币跌了下来的时候 所以令到 那个利率也是低 我们也都没有起 所以变成情况之下 令到很多国内的人士 都是会一直 对这边 是有这个兴趣 是 OK 还可以问多一点问题 看看时间上 想问到 Ron 你问哪一种? Ron and actually Ron and maybe both of you OK both of you So we just want to wrap it up and then see it says you know for Ron if you what can we do in our business in you know as a realtor what can we do to really encourage more referring business because in Canadians you know we have so many people buying in US so we want to really encourage that referring business because you guys pay 6% across the board for commission we you know like so in that case and if 25% or whatever the referral fee is it's pretty good it's a good good pocket money so how can we encourage that referral business going definitely knowing your market knowing your buyers you want to know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they're you know you know yeah the that produit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I represent another organizati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and we do a lot of networking things. I think that will be an important part.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You have to establish relations beyond your office, beyond your neighborhood. Put your face out there. You want to make sure when someone even searches for you on the internet that you're out there. Social media is important. Yes, yes, it is. So the more your presence, the more you're establishing trust with everyone outside of your office, the better for you. Social media, internet, social media, we can find you. Right. 邱總,那就是問一下說我們怎麼樣可以做到更好? 因為國內的中介的做事情跟外國有蠻大的分別. 那我們應該做怎麼樣讓客人過來說對我們更加信任? 五百多,時間都要回答 對 那個佣金每個城市每個國家的水平是不一樣的 這會跟他流通的天數跟他提供的服務的品質會有些相關 所以他為什麼能夠百分之二,比如說中國是二到三,甚至有些只有百分之一 甚至電商現在進入都只有0.5 那為什麼能夠生存? 他這個就是說你相對的他提供的服務的質量可能就會比較差異 就會有差 所以但是對於海外來講我們怎麼去在這個地方置身 我們還是覺得最終能夠打長久,持久能夠贏得客戶信任的還是要優質的服務 OK,盡快說 就是說國外的那些因為那個佣金比較低一點 所有的質量可能會是一定會有參差 我們這邊北美的時候就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就希望我們可以對國內的任何外國人在我們加拿大買的時候 會的服務就更加好 今天好高興 謝謝 謝謝 多次打ません 謝謝 謝謝 謝謝